空性就是无相 菩萨在三界一定要有一个肉身 一定会有瘦身 有了这个瘦身 也就是肉身之后 你才会瘦这个身体的夜暴 所以很多人问 菩萨也会瘦暴吗 很简单 菩萨下来之后 他不应该不知道他的前世啊 菩萨是到人间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心修行之后 开始有悟性的 他才知道他原来是干什么的 就像一个小孩子刚生出来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 等到五六岁的时候 他开始慢慢地知道 他的爸爸妈妈是谁 知道他的家庭和其他一些情况 等到他到了七八岁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住的环境 接触什么人等事情 这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当菩萨用他的瘦身 开始在人间接受一些夜暴 然后才会拥有一个智慧出来 菩萨拥有的 菩萨拥有的虽然是一个凡人肉胎的肉身 但是菩萨的内在已经是开悟之人 叫悟人 你们不要觉得当年 当年观世音菩萨做妙善公主的时候 也只是个肉身 也只是个肉身 但是菩萨的内在完全是无声法门了 一切万法都是无声的 没有生出来的 本性自然在 所以菩萨会清净无染 所以菩萨才不会堕落 虽然肉体并不完全干净 但是心里一定要干净 有的人外表弄得干干净净 一开口就骂人 就做一些下流的事情 这种人有什么用啊 人间的干净不如你内心的纯净 明白吗 所以堕落实际上 是因为你的心开始堕落了 如果没有正德出地菩萨 也就是一地菩萨 你还会在三界之中 受到三界的污染 比如 一会儿做畜生的事情 受到畜生的污染了吧 男男女女那些事情 狗猪等动物经常做的 为什么说是动物做的事情呢 因为做这些烂事都是不穿衣服的 好了 又在轨道里做恶事 比如背后阴人家 搞人家 又在三界里窜 在轨道里窜 如果你受到这些东西的污染之后 你要修菩萨行就很难了 想做菩萨就很难了 因为你没有果味啊 师父今天会跟你们讲一点 怎么修菩萨的基本的东西 没有果味 还没有果味就不能正乳空性 这句话又深了 什么叫果味啊 果味就是你的基础 那么你们的果味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我不贪 我不恨 我不愚痴 这样 你才会慢慢地 修有果味啊 今天贪了吗 明天愚痴了吗 恨别人吗 恨得咬牙切齿 你说 他是菩萨吗 好了 那你就不能正入空性 空性是什么 就是完全开悟啊 本性是空的 看不到本性 不就是空性吗 你不就开悟了吗 就算你在人间 把事情看得很穿 你也不可能说 他完全不着相 着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碰到事情来了 就糊涂了 没有事情的时候 很清楚 很多人说 我现在学佛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脾气改好 我不想骂人了 可是 突然之间碰到一件事情 很生气 一开口就骂人了 着相了 知道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 你脑子里想的 我一定要坚持 咬咬牙 一定要这么做 最后马上出事了 着相了 对不对 所以 这种人实际上是无为 就是没有做为 那么学佛人 应该是怎么做呢 应该说 无为而为 就是我没有做为 我没有去做什么事情 实际上 我做了 对不对啊 做好事 人家表扬你 你做得真好 我没有做什么 你做了吗 当然做了 谁都看得到的 你今天干干净净的 跑到东方电台来 头发 没有头皮线 身上没有臭味 那你到东方电台来 人家看你 没有什么作为吗 但是 实际上 你有没有作为呢 你在家里又洗头 又洗澡 弄得干干净净 这叫 无为而有为 如果你无为而为 你还是有很多障碍 障碍是什么 障碍就是 你虽然没有做太多事 但是你做了 做了之后 你会产生很多的想法 看法 观点 那你又产生障碍了 很多人做了之后不讲 师父问你们 你们的境界高在哪里 如果今天是夫妻两个人 家里很脏 这清洁应该是你做吗 不是 是他做 清洁应该是他打扫的 夫妻两个 你们就会争吵 障碍就来了 师父只能给你们做解释 不做解释的话 你们听不懂啊 你只有去除障碍 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果位 也就是说 第一步 你做成了 我做了善事 我不去想 第二步 做了善事之后 就算被人家拿去了 或者 有什么给别人了 我也无相到底 不能马上就有什么障碍 一有相 就会有障碍 就会有漏 这样的话 你才能 进入空性 我真的无所谓了 你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 今天我做了一点善事 算什么呢 你们爱拿去 就拿去好了 就这么简单 进入空性 能空四项 正得 无声法忍 无声法忍 是什么呢 忍耐啊 一定要忍耐 无声法忍 然后就是 无声无命 我什么东西 都不生出来 我哪有灭掉的 我现在不生气 我哪来的 要改自己的脾气呢 从来不生气的人 他要改脾气吗 从来不发怒的人 他要改发怒的脾气吗 道理 就是这么简单 我连生 都没有生出来 我要什么灭呢 大家听得懂吗 这样 你才能 证得菩萨的果 证得 在过去讲 就是我得到了 但是 从古文里讲 就是验证的证 在佛学理论上 你只要求证 实际上 你就是在得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想试试看 做好人 你是不是 已经做好人了 你就得到 好人的果位了 今天我想试试看 做菩萨 你是不是 已经是菩萨的果位 虽然理论上 你在求证 实际上 你还要靠 实修 实证 实修 实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实实在在地 修 实实在在地去做 去验证 实际上 这个验证 就是去努力 你才能登上 菩萨 不退转的果地 要记住 是菩萨 就永远不会退转 不是菩萨 学佛学到一定的时候 他会退转的 你们听师父讲到现在 会问师父 师父啊 菩萨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怎么样才能成为菩萨呢 师父告诉你们 在人间学佛修心 要六度万行 那你才能证得 菩萨的果位 六度万行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功德 师父跟你们 简单地介绍一下 想成佛的一个中流砥柱 是六度万行 先给你们说说六度 首先 要用自己的不失之心 去度化自己的 贪婪吝啬之心 其次 要用持戒 去度邪淫 看见女人就喜欢 看见男人就喜欢 脑子里有这种淫乱的东西 用什么方法对付呢 用戒 持戒 我不能做这些事情 我不是畜生 我是人啊 看见蛋糕 就想多吃两块 要告诫自己 我不能贪啊 第三个度 就是用忍辱 度称挂 忍辱是什么 就是我受到侮辱了 我也要忍耐 有一位法师 修得很好 有一天 一个母亲 揪着她的女儿 抱着一个 刚生出来的婴儿 到庙里去指着法师说 我的女儿告诉我说 这个孩子 是你跟我女儿生的 现在 把这个孩子还给你 这个法师 眼睛呆呆地说 哇 哇 就把孩子接下来了 街坊邻居 全部都在骂这个法师 骂他下流 无耻 可法师每天 都抱着孩子 一家一家 去敲门 找奶水 喂养孩子 一年之后 孩子养得白白胖胖 越长越可爱 法师 却日益消瘦 人很憔悴 终于有一天 这个女儿觉得 自己对不起 这个法师 她把真情 告诉了她妈妈 这个孩子 不是她跟法师生的 结果 这个妈妈到庙里 去跟法师说对不起 然后 要把孩子领回家 法师也没说什么话 就把孩子 还给了他们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法师被人家骂得 狗血淋头 后来 人家问这位法师 你为什么能够受这种侮辱 法师说 救人一命要紧 因为她妈妈说 没有父亲的孩子 不能要 所以 法师把这个孩子 认领下来了 救了孩子这条命 孩子得救了 这条命保留下来了 这位法师 受了这么大的侮辱 人家问他 学的是什么法 法师跟别人说 我学的是忍辱波罗蜜 师父跟你们讲 一个人要学会忍耐 看看你们现在 一点点事情都不能忍耐 最后爆发了 跟人家有修行的人比比看 你们差得太远了 这位法师 能够忍耐 天天敲门 讨奶水 被人家骂 被人家吐唾吗 他把脸擦一擦 还说对不起 他救了一条命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做人要修 忍辱波罗蜜 所以 一个菩萨 一定会被人家污蔑 侮辱 不被人家理解 会很痛苦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些 你们都要学啊 师父跟你们说 学菩萨不容易 所以说 忍辱 才能度化你的称恨和挂爱心啊 想想看 他如果不能忍耐 他就会恨啊 如果他能够忍辱了 他就不恨别人了 那挂爱是什么 就是心中难过啊 你们的心 碰到一点事情 就跳起来了 我不能忍耐了 我不能忍受了 那怎么做菩萨啊 下次 跟你们继续讲 迪四度 字幕志愿者 杨文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